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今天准备去古浪语玩 然后先来买了一个这个奶茶 现在准备上船登岛 今天天气阴阴的一点都不晒 上到之后也不知道玩什么 就是感觉好热呀 真的是好热好热 然后这边有个小猫猫想抓一下 啊 现在有一种爬山的感觉 真的好累啊 叫叫我发现了什么 这边居然还有个小蜗牛 哇塞 这个就是传说中最美拐角 然后我就是来这看人的 感觉没啥意思的趁着还没到人多的时候 现在准备吓倒了 吓倒的排队真的要好久啊 等着我都累了 两人吃了两天觉得不正宫沙茶面 今天来吃这个月华沙茶面 这种店一看就比我前两天吃的正宫好多 这点了两个家庭的相当于我前两天吃的正常的一份价格 真的是那边太坑人了 吃面结合汤来尝尝这汤啊 就是这种浓浓的味道 提留一下面 吃我印象中的沙沙面子 跟这两天比起来 这两天的真实就是垃圾 吃口渴了 来一杯这个原谅柠檬绿 这个面汤是那种咸咸的但微微辣的 真的不想评价这两天吃那几家面了 都给吃光一点都不胜了今天 旁边这头猪居然好像没吃饱的样子 你看还有买了一个这叫什么 有一条马鼠过来买一点给家里人带的礼物 就买了这两个罐子加一袋茶 然后这一袋是送的这些钱居然花了八百多 感觉比上海那传 MM都还贵 心老痛心老痛要睡觉了 今天是快一点 拜拜 哈喽大家好啊 现在每到一个城市 我都会去打打一下这边的火锅 是什么样子的 上回我说每个城市的海底道是不一样的 还有人说我在开玩笑 这边的这花椒鸡我那边就没有 这边我再点一个这个红葱脆骨饭来尝一尝 先来一点小水果 今天的这个是脆骨饭来尝一尝 味道怎么样 里面是带着那种脆骨的咯吱咯吱的 谁好吃 多了一份酱香 来喝下这个花椒鸡汤啊 再来准备加点东西 这边的东西菜单的话海鲜会比较多 哎我就是五点我就是玩 再来一个这个黄糖瓷巴 在哪里一点都不会采雷的五骨鸭掌 还有小虾滑 平时吃的都是红糖瓷巴 今天来尝尝这个黄糖瓷巴 最后来我拿我的酱料 来配的那种面来做结尾 这种面啊 今天汤里是花椒鸡里头的 可以把这汤给干了 你好 我今天是把这汤都给喝完了啊 然后现在准备去逛会儿街去 好大家好啊 今天要准备回去了 到机场换好机票之后 准备去休息室休息一下 在休息室喝了一杯忽乐水 觉得有点无聊 准备去找点东西吃 搞了碗烟麦麦片 然后再来一个小面包 坐了小车车 准备去飞机那里 上飞机了可以准备睡觉了 来一点饭后水果 还甜点 落地了 等着这个连接到飞机上就可以下去了 哇不知道外面哪个渣男在发誓 打了好大的雷 拜拜